阿蘇, 回來適合了, 幫我煮個麵 我熟你的死人頭 又在玩遊戲機, 要打你爆猛 原來是我女神, 我就說奇怪 為什麼磁場這麼大 弄得我的老電波亂認錯人? 你看看你, 這一天到晚 嬉皮笑臉, 沒來正經 你可不可以找些事來做一下? 我家裡無聊嘛 無聊是嗎?行, 你跟我去一個地方 我保證你有很多事做, 不會無聊 我沒玩的 玩得什麼, 還有很多漂亮美女 讓你看看, 走… 不…我關你 放下它吧, 啰啰嗦 走… 找個漂亮美女 是呀 漂亮得怎麼樣? 去到就知道了, 關門 你說的那些美女美女就是他們? 當然了, 全都在這裡 什麼以前的劍美先生的世界小姐 你現在大飽眼福了 那你叫我來這裡幹什麼? 做義工, 我是這裡的義工 你老人院做義工而已, 是嗎? 要不放這些煙霧彈? 好人好事, 我一直以不容辭 有個這麼有愛心的女朋友 自然有個這麼有愛心的男朋友 行了…知道你有愛心, 行動好嗎? 你呢, 就負責跟他們一起做衛生 我呢, 就餵牠吃飯 好嗎? 挺個表現 好有喔… 天啊… 我不會… 你別喜歡… 我會抱歉 您不用拼了 就把師父都交給我的 我會抱歉… 我不會抱歉… 我會抱歉… 我會抱歉… 是的… 你不會抱歉… 你們不會抱歉… 婆婆, 你吃點吧 你不吃就不夠長命的 波哥, 讓我來 這個婆婆真是很固執 婆婆, 我聽說 今天范圖阿姨花了很多心思去煮這些飯 又香又軟, 如果你不吃 她會很傷心, 會哭的 我知道你婆婆一定是好心思的 肯定不想那個阿姨傷心的, 是不是 你婆婆以前甚麼都不記得 可是她記得她是水長教 那就對了, 我唱一首歌給你聽, 婆婆 月光光照地堂 小孩子來乖乖睡落床 明天早上阿爸去買月下落 阿媽即忘曬天光 謝謝 交給你了, 阿姨 辛苦你了 好 好 怎麼樣 沒想到你真有辦法 有些事不能急 耐心一點你就找到個竅妙了 小子, 既然你這麼有耐心 剩下你的, 交給你了, 行, 慢慢 小子, 來… 不是吧, 叔叔, 你也要我餵嗎 不是, 哥哥都要餵我平叔 我住在那邊 我住在那邊而已, 一定適合你 忙完你, 去我那裡有事跟你聊 好… 來… 上去… 平叔 很漂亮 很漂亮, 這麼多戲服 是呀 平叔, 我和叔叔都是戲迷 我平時最喜歡唱武生的 四毛像八窗 刀刀 橫跳馬雙船 刀刀刀刀 你們也喜歡粵劇嗎? 當然了 真是好笑, 真是看你 我沒找錯人了 你是不是打算收藥有銀 做你的粵劇徒弟呢? 徒弟就是徒弟 但是我不是唱戲的 我是受戲服的 師父 是, 瘦花 什麼男人老狗狗這樣瘦, 瘦花 你的手這麼長, 瓜鍵沒這麼大 真是很努力 平叔, 我這是人手, 不是鳳爪 你想拌鳳爪, 我帶你去茶樓 你進我這個行業, 一定會進去 為什麼呢? 山啊 水啊, 花鳥如蟲你收了出來 你就等於給牠生命力 這麼厲害? 就像生兒子一樣 所以, 等你拿來看 一件就擺在那裡 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你看 你…你兒子好像小庚芙 是呀 這樣你也看得出嗎? 真的很眼力 做了這個行業就講眼力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時我手震眼花, 精靈不夠 但是這麼多年來 你都說找花的徒弟, 教他嗎? 徒弟也找了那麼少 好, 坐下, 坐下, 坐下 包括我的親生兒子, 也學不下去 是呀, 你想想 現在是社會經濟先行, 其他人是行後 那你這些年輕人 哪樣賺錢多, 就轉行去做 就是這樣 就是變成夕陽行業 是呀 那就浪費一點 但是我很想學 我這行不生女生的 怎麼搞的?還男輕女 怪不得你們就變成夕陽行業 我們這個行業 力量都是男人做大師傅 考的是什麼?眼力, 體力 還有什麼?專誘力 我剛剛看你搞衛生, 很細心 我覺得你進了這行很有前七 不是呀, 平叔, 你看我 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我呢? 我們這些行業最廣告的就是內心 沒有內心的人會半途而廢 我剛剛看見那些人 叫吞婆婆吃飯 又有內心, 又有愛心 所以這種年輕人 就是我的行業最適合 就是最佳人選 有銀, 有個老藝人看中了你 教你戲服秀, 挺好的 是呀 好什麼好? 秀花的事是女人做的 平叔也說大師全都是男人 沒錯, 有銀, 好 現在國家扶持非物質文化為產 戲服秀這件事 現在越來越少人學, 貧臨著種 如果你學會了, 就珍惜動物 你才是動物? 說不是肥人拿國無縣津碟 叔叔, 你為人這麼功利 不是功利, 我們現在不優食不優處 雖然不缺錢, 但是我們要搞貶 你想想你在童年人當中 你有什麼能拿出手? 如果你學會了戲服秀 那就不一樣了, 對吧 當然了 到時候我帶你出去的時候 人家問我誰, 我介紹一下 我說了, 這位是我的男朋友 是藝術家, 是大師 加油 你們兩個不用對我期望這麼高 這不是叫期望高 有期望才有動力去學好他 就算你以後學到發現不對 再退太太還沒遲, 對吧 你現在就當義工哄平叔開心一下 這不是很好, 對吧 加油 努力學, 侄兒子 等一下… 平叔, 怎麼會是你倒茶給我 應該我倒不給你, 我跟你學會 應得我敬你, 你肯跟我學 這副秀, 我已經很開心了 坐… 我不開心了 什麼? 對了, 你是不是有點誤會想學 不是, 平叔, 你別誤會 我想學, 我很想學 我不開心是因為我怕自己笨學不懂 不會, 你一定會學懂 我不開心, 你不是很開心 我不開心, 要做藝術 我怕自己吻, 我不太想學 我只是說到兩句 我別誤會了, 你看你 我不開心, 別忘了 別忘了, 就是我 你別忘了, 別忘了 我忘了, 讓我忘了 然後就忘了, 讓我忘了 我忘了, 忘了, 忘了 妻与夫, 離別衣, 一針一線, 盡關情 你需要學得這麼像嗎? 我們做次仇的, 一定要有畫面才行 我想像著, 幫自己的愛人 職受那種溫馨的畫面 這樣才可以穿越古代 繡出來的景物, 才可以許許如新 跟你說, 你就不懂了 不受香浪, 好代朗, 引雅雙手 Coco, 逛街當然不行 師父給我的功課還沒做完 你別生氣, 我馬上出來陪你 你別生氣 我看你了 很誇張 走過來吧 對, 美女, 這件衣服最適合你男朋友 是嗎?我也覺得 臉不像黑社會這樣, 這麼粗獷 哪有男人味的 當然有, 男人味的話 你回去加工一下 在這些位置就收一些… 聰明, 我想說什麼你也知道 我告訴你, 衣服跟戲服一樣 需要有靈魂的 要用心去感受, 明明 像這些在工廠流水滲出來的衣服 哪有生命的 是一件死的衣服, 一件沒有靈魂的衣服 我們做時裝的 怎麼好像被你說得做故意 你買不買, 你不買就過了 別說壞了 小子, 不用不吵 跟你提一下意見, 虛心一點 我剛才女朋友也說 是要收一些東西上去的 幹什麼, 我說收不是說你那樣的 我說的是在這裡收一些英文 再配上那些花, 就像我的衣服一樣 你明白嗎? 逐…太逐了 到處都是英文, 收花, 哪有好看的 我們要說藝術, 說靈感 明不明, 搖一件很大很大的衣服 上面什麼都沒有 我才可以在上面創作, 搞我的藝術 很大很大的衣服… 什麼都沒有… 有, 睡袍 沒錯 我們去選水舖吧 現在去嗎? 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 這樣, 別給她一杯見識 我們九尾的衣服… 黃色, 多做點黃色的花 待會放在這裡 來… 誰呀? 我來不見了 銀子, 幹嘛拿著老婆的衣服 什麼老婆的衣服? 我買給Coco的 我現在收幾片花上去, 到時漂亮 Coco, 老婆的衣服是被你穿的 你… 開玩笑, 開玩笑, 是不是喝茶? 走吧, 走吧, 走吧 李宗盈, 喝茶 李宗盈, 喝茶 不去, 瘦了也停不了 你們去吧 行…你慢慢來 我打包給你, 我們走吧 你前面有個男朋友嗎? 就是他 我記得了, 銀子 但這次一見好像換了一個人 即是怎樣? 即是瘋子 開玩笑, 開玩笑, 走… 好, 喝茶, 喝茶, 喝茶 唐明 搞定, 研弓 兩行發 老婆在爭什麼? 噢, 差點戲曲的名數 穿上身, 尋一下感覺先 愛恨就在一瞬間 抬頭去被忘年月 阿成 你怎麼在家請我花旗回來唱堂 回著反串呢? 什麼花旗?我兒子有銀子嘛 有…有銀子嗎? 怎麼是這樣的? 他現在學習西服秀 周遲穿起他試試衣服的效果 阿成, 我說你也不壞, 拿來壞了 叫我兒子學女人營造什麼鬼才行 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大了 國外有個資料, 你有沒有聽說過? 有些男子頭原來什麼事都沒有 誰知道接觸女人的東西都心理變態 對, 以為自己都投錯胎, 想當女人 真的? 你忍著來吧 好, 我不跟你說這麼多 我先走了… 不要再唱了, 停 找你 辛苦了, 親自送貨上門, 謝謝… 送貨是小事, 我主要來見你 聽說我多了一個姊妹 什麼姊妹? 外面的歌有一首歌, 烈有銀, 好斯文 阿蘭花子, 水就身 闊起來的時候是陰風陣陣 好事, 臭小事 以後我們一群姐妹多一個人 有商有良, 有什麼八卦東西 可以一起針一起經 神經病 好了…不妨礙你們慢慢針了 銀姐, 先走了, 再見 就這樣 銀姐…你下次再銀姐一流 碰到你的嘴 就是了, 嘴巴這麼臭, 真的… 還有你, 我警告你不要再逢 什麼姊妹, 我…我逢給你 還好說, 逢給我 你現在欲赤他, 你也不欲赤我了 你自從學了這個瘦之後 你看你整個人什麼樣子 變態, 你真帥 好了, 你別這麼說 當初是你叫我瘦而已 我現在後悔了嗎? 叔叔, 你來評評你 叔叔, 你說吧 別學了… 怎麼搞的?叔叔, 為何你出義反義 我怕, 沒了一個侄子, 多了一個侄女 是呀, 我到時多了一個女朋友 你…你說我穿著這套東西, 是不是? 我是找感覺而已 我只會把衣服弄給你 你看看多漂亮 藍花紙是嗎?我跟你說 你再在我面前說藍花紙 拿花紙也剪掉它 平叔, 我想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 阿友銀就不來跟你學起伏修了 知道嗎? 是呀 因為之前我們兩個鼓勵他 實在是沒有考慮清楚 其實他很忙, 家裡很多事在等他做 是呀… 偷不出身, 繼續學習 見了… 平叔, 見了 不好意思… 別這麼麻煩, 師父 哥哥, 原來你倆真的在這裡 他們跟你說什麼? 他們沒有說你什麼 阿友銀, 我知道你年輕忙 你就去忙, 以後你就不用來學了 不是呀, 師父, 哪有忙? 我大把時間學起伏修的 有眼 當初是你們倆叫我學, 我才學的 好了, 等到我有興趣, 有天賦的時候 你們來潑冷水? 我知道, 你怕我變老型而已 真正的藝術很少人懂的 阿友銀, 我看算了, 學藝很重要 但是你家庭的學藝更重要 師父 我老了, 我又教不了什麼 你就回去算了, 好嗎? 師父 難得平叔生命大熱 你以後就不可以去學了 對呀, 最重要是把他丟掉, 斬草除根 今天看見平叔這麼不開心 你們不敢說話嗎? 好了… 最多答應你不丟掉 但是這樣 這些紀念品以後就不可以再瘦了 放在床底下 不過我告訴你, 有一段時間你都別動 我去找他 李永鑫 快點 怎麼樣?這塊肥肉大點 這些白領工哪有這麼易見 人家學力又高過我, 資力又深過我 何時不能到我 我趕時間嘛 對了, 不見了粒粒粒 整間公司, 百人, 找個線盒都沒有 快點, 拿我去買回來 可能不用買, 或者我幫到你 你是個小子, 你有線盒嗎? 我真的有 你有線盒也沒用 我都不見了樓, 找不到 或者這樣, 如果沒有樓 你介意用芝片代替? 芝片?行不行? 行不行 知道就知道了 不用脫衣服, 你給我手就行了 謝謝了 是呀, 不好意思 平淑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我沒有顧及你們的感受, 我反對 但是我現在想起來 硬硬可以跟你學, 是他的福氣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用器服壽打動了老闆 原來物以欺為貴, 我就是欺為貴 是呀, 所以我現在挺唏噓的 你想想我們倆本打算來老人院 你是幫老人家的 誰不知要老人家來幫我們 這些不叫唏噓, 這些叫好心友好捕 但是你叔叔現在怎麼樣? 平叔 平叔… 叔叔, 這樣做就到了 我今天特地來找你, 就跟你說 有銀以後還是跟回你學戲服手 謝謝… 我想下去了 其實有銀可以拜師學藝 學一技之長, 這是他的好處 我應該支持他的 小想不到別人反對我 就是反對, 真是沒上心 來…小小意思, 謝謝… 好了… 謝謝 連叔叔也轉帳 這次是一天都光亮 哈哈哈… 不在乎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